好了看到这原本呢是废弃的工厂 现在获得全球肯定 地点就是在高雄市中低 中都湿地公园 而现在还获得了环境富裕类的低名 我开花只是不断的创造 很多美丽的大楼 对我们来讲意义不大 我们是认为在土地开花的过程之中 我们愿意为高雄市民 世世代代 保留这么漂亮 这么自然的实地公园 这百个城市竞争 所以我们刚从公务团队里面 我看了林他们把这个奖 我们献给高雄市民 副市长罗世发5月15号 飞往俄罗斯圣底得保领奖 购物局长杨明舟 再把这座奖交给市长陈菊 而陈菊则是献给高雄市民 要请民众一起享受 都会伤害好花园的美景 中期新闻高雄纵发达